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爸爸就给开发了一个 耗18年还差点败光家产 最终打造出这个颇具科幻色彩的摩托车 虽然只有一个轮子 却可以拥有四轮汽车般的稳定 而这都归功于其配备的自平衡技术 可以保证车身的平衡 其中包含内置精密固态陀螺椅 和经过精心设计的车辆前后分配比 而中央处理器会计算出适当的指令 让驱动马达保持摩托车的平衡 而驾驶者只需要身体前倾后倾 来控制加速和减速 配备的刹车系统就能够避免 紧急刹车时摔个人样车翻 RINO是依靠电力驱动的 大约57公斤重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 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跑上48公里 它内置的可拆线电池 冲个1000次以上也不成问题 爬起波来也如履平地 多车配置的电子控制以及监控系统 还会在电池电量胜于25% 达黄灯提示驾驶员 剩余50%则会亮起红灯警告 其最大承重大约113公斤 相比普通的摩托车也要更容易上手 也洗个几分钟就能骑着它去溜弯了 不过只能坐一个人 所以没办法骑着它带着妹子去多风了 试语元素来自RINO MOTOS 由Maxsoni穿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穿意生活 请关注Maxsoni穿意公园 不知称 回去